大家好,我是東英走的喬和鮑勃 關西地方稱作禁忌地方由二府五線所構成 大約有兩千兩百萬人 人口的密度比台灣還要高 能夠拜訪的景點跟享受的美食絕對不輸東京 京都的金閣寺、川闖料理、大阪的新齋橋、掌魚燒 神戶的海港風情、高級牛排、奈良的大佛 紀錄跟燕根的國寶城堡 這麼多的景點要怎麼安排行程 那本支影片包括就用一日遊的方式 介紹關西地方的不同玩法吧 世界遺產紀錄城被稱為日本第一名城 是日本旅遊的閉坊景點之一 神戶的舊居留地以及美麗堅公園 有著濃厚的歐美風情 隨著海風散步 享受這個悠閒的海港城市 我們早上9點先從紀錄城開始一天的行程吧 紀錄城的歷史可以追溯至西元1333年 日本南北朝的武將赤松澤村 在積山建立起堡壘 在後來的將近三百年的時間 由宇柴秀吉、池田徽正、本多中正 逐漸擴充紀錄城 於1617年有了現在的樣貌 紀錄城最具代表性的建築 就是紀錄城的天首 外觀最醒目的大天首為慶長14年、1609年 耗18年建造完成 總共有五層六階、高31公尺 包含東、西、淺、小天首以及 Irohani、Watari Yakuura 整體連結起來 稱為聯力師天首 也是現存最大的城郭建築 然後因為外形像是白鹿展翅 所以紀錄城的綽號又稱為白鹿城 因為天首格是木造的 進到大天首內部就可以享受建築工藝 大家可以一層一層的往上爬 記得不要錯過西大柱跟東大柱 這兩根高24公尺的大柱子 就撐起天首格 防止搖晃的新柱 一路到達第六層 也是天首的最上層 大家可以在這裡吹吹風 享受一下當上城主的幽哉 但是當上城主真的幽哉嗎? 這就留給歷史迷幫鮑勃解答囉 離開天首格 我們在城中晃晃後 來到另外一個區域 叫做西之丸 這個區域的百尖廊下 長三百公尺 是江戶幕府二代將軍 得穿袖中長女 千姬的侍女的起居場所 千姬本人每天早上都會在這裡 搖擺附近的南山 離開紀錄城時間接近中午 我們搭乘JR神戶線的新快速 35分鐘左右就可以回到神戶了 中午我們來吃陽石百民店 歐風料理夢 這家店開業於西元1936年 店裡的樣子十分的復古 餐點特色就是他們的炸豬排定食 烤得金黃酥脆 但面衣不油膩 肉很多汁但不會肥厚 配上新爽的溫野菜 讓整餐吃起來不會有太大的負擔 吃完中餐 現在時間大概下午一點半 我們下午的行程 將會著重在神戶開港的部分 首先來到神戶舊居流地 是神戶於西元1868年開港通商之後 外國人所居住的區域 這個區域除了百貨公司 與精品店伶俐以外 也有很多歷史建築可以拜訪 沒有去過歐洲也沒關係 在這裡拍一張充滿歐洲感的照片吧 與神戶舊居流地 只有一條路之隔的美利堅公園 是一個都市型公園 領海且非常的廣闊 也有很多裝置藝術可以欣賞 美利堅公園位於神戶港 是神戶最具代表性的景點之一 星巴克就位於白天或夜晚都很美的公園內 由於公園很空曠 讓這家星巴克容易被找到 店鋪建築外觀很有特色 像是一個藝術品一樣 跟充滿藝術氣息的美利堅公園十分的搭配 光是外觀的美感就可以讓大家照相照個夠了吧 到了晚上這家店的打工也照亮了公園 帶給旅客充滿浪漫以及溫馨感 咖啡店總共有兩層樓 一樓是點餐的吧台跟座位區 吧台就在店內的正中間 跟一般星巴克靠著牆壁的點餐區有點不一樣 木頭使用當地產的木材 然後水泥地板使用回收的咖啡杯跟咖啡豆 所製作 注重永續經營跟環保的概念 室外有一些座位 天氣好的時候在外面喝杯咖啡也不賴 走到二樓鮑勃最喜歡的是 室內面對神戶港的座位 可以邊喝咖啡邊看港口的海景 真的是太享受了 二樓室外的靈異區可以直接看到神戶塔的美景 晚上的打燈真的很浪漫 有曖昧對象的各位 可以趁人少一點的時候跟對方告白 喝完咖啡可以直接在美麗間公園散步走走 讓大家充分體會這個港口城市的魅力 白天的朝氣跟晚上的浪漫都很棒 公園內的神戶塔也是神戶重要的地標 於1963年落成使用 高108公尺 除了鐵塔本身夜晚很美 使用7000多顆LED點綴以外 展望台可以360度的看神戶海景以及城市的景色 現在時間接近晚上 我們往神戶領海樂園的方向走 如果有時間的話可以繞到經過園丁 或是中華街走走 如果沒有時間的話 也可以沿海方向走個大概15分鐘的到了 這裡是美食購物天堂 大家可以在這裡找一家喜歡的餐廳吃晚餐 如果剛剛的行程還不夠浪漫 我們追加最後一個行程幫各位的感情加溫 馬賽克大摩天輪的10分鐘行程 可以看到神戶港的美景 雖然不是日本最大的摩天輪 但浪漫程度絕對數一數二 打推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 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安靜 後裏 我們對 這次的介紹 我們來